好 即使这一次的法官并没有采用新试证 但还是将柯文哲裁定羁押境界 那么显然其实连这些名律师 都已经整个脸色铁青的走出来 嘴巴上虽然讲说会抗告 但显然他们心里一定非常的不好受 柯文哲本人应该也没有想到 他本来今天还是一抹神秘的微笑进到北院的 结果就回不了家 现在已经上号到了看守所去 不过在这个家庭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 馆长就已经在直播里面呛瞎说 再押柯文哲试试看 他说会号召百人到场 所以警方早先布置了400人力在周围 尤其一听到柯文哲积压 他们立刻冲出法庭 周边统统架好了巨马 就是要担心这些小草们太激动 冲进去抗议 柯文哲金华城弊案 北院裁定积压境界 大批警力走出北检门口 但相较白天路上警力增多 就怕跟小草再起冲突 文哲好了 麻烦屋喔 不用拔到团队的我们同事喔 他们凹他的手不要这样 何解民远景团团围在抗议男子旁 连扛待托 就怕他情绪再失控 大家配合就好了嘛 你要通过就赶快通过啊 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要通过赶快通过嘛 我为什么要通过 对警方不断呛瞎 林众党主席柯文哲再开积压庭 小草们到北检外申员 3号检方提出抗告后 民众党立刻申请 5号 6号在爱国西路的集会游行路权 警方为此部署400名警力 甚至提前架设巨码 不过看看北检外 外头气温飙高到35度 平日上班时间根本没有挤猪草 从现场观察你可以发现 其实现在一整条爱国西路上 事实上并没有做相关的封闭 主要是因为其实现在小草们 其实人潮并不多 主要都是在整个栅栏里头 起初小草们陆续遭到驱离 其实在4号 馆长在直播上撂狠话 又要再抓他一次 再扣三天 那我跟大家保证 这一次我跟你保证 如果你再压 我不是恐吓 这一次在法院外面人僵尸 这一次的十倍百倍 馆长陈之汉 开枪北检 敢压人 试试看 一定号召百人到场 更抛轰北检 根本没证据就要先压人 你在那边讲说 侦查不公开啊 有吗 今天新闻又都出来啦 你没看吗 这段节目都要讲到天上去啦 馆长气势很旺 在网路上号召小草 但他自己根本没来 难道是不是不到 只是时候未到吗 东征新闻 孔泽瑞 李汉静 有据迅速冲航舰 在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的是 柯文哲第二次的积押亭 结果是确定被积押禁舰 刚才他已经上铐上了囚车 现在正在前往台北 看守所的路上 当然看守所也真的是严正以待 真的很怕有一些 比较激动的支持者 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而现场的状况如何 我们连线记者蔡宇珊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的位置 是在台北看守所的外面 因为就在稍早的时候 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他是因为精华沉案他涉滩 所以是召开了第二次的积押亭 而这次的结果出炉 他是确定被裁定收押禁舰 他也在稍早下午5点50分的时候 搭上了囚车 并且是将在等一下 就要送到台北看守所这里来 也可以看到 现在现场在看守所的外面 已经有一些民众聚集了 他们都是要等一下 等一下柯文哲他就送到看守所这边来 而就担心说像在之前 在北检外面爱国西路一样 会出现抗议的民众 也因此呢 现在警方也已经在看守所外面 不只是进行交通管制 也有90名的警力正在戒备 而新北的警察局长呢 也是坐镇指挥的 根据了解呢 其实这个看守所他晚餐的还有卤猪饺 也就是说柯文哲他在稍后 在进到看守所之后 他是晚餐是可以吃到卤猪饺的 而我们现在呢 持续在看守所的外面 就是在等稍后柯文哲他的囚车 如果呢是进到看守所这边的话 我们将随时为您掌握 以上最新主播 各位观众马上来关心这个最新的画面 就是您所看到的柯文哲遭到积压之后 刚刚呢已经移送到了土城看守所了 而他一个人走上球车 上铐的画面也曝光了 不过呢很明显的您可以发现呢 柯文哲并不像其他的被告 似乎有刻意的侧着脸 不让媒体拍摄到他的表情 他一个人呢走上球车神情 还算是非常的自然 不过呢柯文哲积压境界是在刚刚的 那么七分钟之前是由艺人专车 送到了台北看守所去 那么也是希望呢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 那根据了解呢 其实今天北所的晚餐是卤猪脚 但是柯文哲有没有这样的心情 来吃晚餐呢 另外呢其实今天外头也有相当多的 支持者他们在声援柯文哲 所以呢今天也可以说 大家都是严正以待 希望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情 包括了土城看守所的周边路段 现在呢也很担心会有抗议的人潮聚集 所以呢已经有很多的警方出动 来把周边的路段呢 做好了秩序的准备 就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不过呢柯文哲这一次呢 被羁押境界主要的原因呢 也就是因为北院认为 他明知违法还直以为之 就是因为呢明明知道 这一次如果呢让金华城 拿到了这么高的容积率 那是可以让财团获益200多亿元的 不过呢柯文哲他就算是 不确定有没有金流上面的来往 但是他明知违法还同意的话 就已经构成了图利罪 那么北院呢这一次 虽然并没有采用在之前 北检呢在柯文哲放出来之后 所使用的这一些新的试证 但最后呢用这些旧的试证 还是认为柯文哲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呢他是一个人送到了这个台北 看守所去 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非常的好奇 那接下来民众党到底该怎么办呢 虽然之前黄国昌告诉大家说 就算是柯文哲遭到了收押 那么他还是大家的精神领袖 并不会影响到他主席的职位 不过刚才就在他在进行积压的时候呢 这个一宣布的时候 刚好黄国昌是正在参加一个直播节目的 所以呢他立刻就在直播当中 告诉大家他必须要先行离开去开会 显然这对于民众党来说 主席柯文哲遭到了积压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也会关心后续的发展 那么柯文哲送到看守所之后呢 我们也会有最新的画面提供给您 稍后马上回来 柯文哲确定是因为金华城弊案 遭到了积压 不知道这个结果您有猜到吗 因为呢很多人听到了 这个法官不会采取新试证采用的话 很多人本来都认为不会被积压吧 但是呢显然现在呢 法院就是认为柯文哲还是有相当多的嫌疑 主要就是9月2号吴宝请回之后呢 检方也不断地找出了新试证 约谈了非常非常的多人 包含了现任的台北市都委会执密 邵秀佩 还到看守所呢来问讯了 沈沁金 彭正生跟应小威 那在约谈的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晋总财务长李文宗 跟时任的台北市都发局长林周明 有人呢就爆出了相当多的内幕 有人咬出了柯文哲 有人透露金流 但就是因为呢这一次很特别的是 陈省的法官认为 他们还是要保障柯文哲的宪法防御权 所以就算是刚刚你看到了这么多新的证据 在这一次的二度积压亭 是都不采用也不会省拙的 但显然就算没有这些新的试证 这一次的积压亭 无力回天柯文哲还是被压 9月1号凌晨 柯文哲无包请回 前脚刚走 北剑立刻找新试证 天天有动作 是有随手什么样的警示吗 所以立委自己干会不会有点委屈啊 9月2号约谈 被视为精华城案 关键共犯的现任 北市独委会执行秘书邵秀佩 9月3号 检方不仅下午去到看守所问讯 再压的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时任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神 和议员应小威 晚上在紧急约台 时任柯靖总财务长李文宗 不仅如此 在这期间 连阵主也密讯了 时任台北市独发局长林中明 这些人都是金华城案的关键人 有的咬出柯文哲明明都知情 有的人透露相关金流 成为检方力拼羁押新证据 但最后却都不列入柯文哲 二次开羁押亭的审酌范围内 通常不采纳新市政的部分 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那这一次主要理由 就认为说这些新市政 可能过于庞杂太多了 那让辩方这边没办法好好准备 没办法充分准备的话 恐怕影响到他宪法的诉讼权的部分 的防御权的行事 不采新市政看似对检方不利 但律师认为早在第一回 检方已掌握好证据 再加上高院发回跟裁的内容 认为裁定无保请回的法官 没有就检察官提出的市政 给予综合评价并不适当 检方其实可以接续的攻击 这个原省的裁定的内容 到底哪边有瑕疵 那再就原本的资料来提出说明 其实就很有可能认定说 这是有犯罪嫌疑重大的问题 检方立平早期的新市政 二渡家庭都不省拙 对警察官增加挑战 但不管如何 在案件还没有定验之前 柯文哲都是贪污治罪条例的 科姓被告 短新闻 吕嘉宪 彭新美 赵玉杰 林玉权在台北报道 好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插播最新消息 柯文哲二渡家庭在刚刚已经结束 原本预计是5点10分之后 就会公布结果 目前我们都随时在追踪最新结果 而目前在北检外头 小草门的反应目前如何呢 我们现场最新情况 先连线记者洪泽睿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稍早的二渡纪压评已经结束了 那当然支持者呢 你刚刚也有受访 我们一起来听 我比较相信柯P 我比较不相信司法 但是这个不是我相信跟不相信的 这个就是事实要讲话的 你证据要讲话的 你出来以后 我们要看得过去的 这个不是30年前50年前 你说迫害就是迫害 这个迫害不了的 我们从外场的现场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事实上他们今天集会的地点 就是在爱国西路 不过因为人潮没有到很多 所以因此都是在人行道上 不过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人行道上的人并不多 我们透过另外一个镜头 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博爱路上 其实很多支持者已经往前走 走到博爱路了 也因此其实现在就担心 因为稍后结果就会出炉 担心会有冲突 也因此现在警方也在周边 来进行相关的部署 来做相关的戒备 但稍后在现场有最新消息 我们会持续来帮大家做掌握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部内 我们查看我们最近消息 柯文哲二度鸭亭 现在召开已经确定是鸡鸭 今天目前最近状况 我们现在连线记者张兆和 好 没有错 柯文哲跟北检的第二站鸡鸭亭 两个小时半之后 答案出炉了 答案是北检逆转胜 柯文哲被法官收押境界 好 收押境界之后 大家想问理由 但是北院的法官说 他们会先预知结果 待会会把理由 再会有一个裁定书 会再跟大家讲 到底理由会是什么 不过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360度的翻转 从原本无包请回 到现在竟然是积压境界 很明显 法官的新政占 非常大的一个成分 尤其是在过程当中 是不是柯文哲 知情容积率变大这件事情 在这一次的积压庭当中 论战非常的多 有几个小东西先给大家看 关键就是 在1630 就是下午4点半开完积压庭之后 包括柯文哲的律师走出来之后 其实脸色并没有那么好 其中包括了证声员 我们去问他 他只说他低调 不知道这件事情 另外另外一个律师 陆正义 他只说自己尽力了 这一句尽力了 是不是也预言了 现在柯文哲被积压境界了呢 另外我们也有发现到主任检察官 就是北检的中组的主任检察官 江振玉 他一直面露微笑 从出去到进来都是面露微笑 是不是也显现这一次北检的胜利呢 好 另外到底听上有多紧张呢 我们从几个方面给大家来看 还记得我们今天中午到下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一次的法官感觉比较 要往柯文哲这个地方来走 因为他认为是说 不要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激震 把他拿来这个积压亭里面过来聊 他不踩症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是 却完全翻转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不踩症过去的新激震 如果不采用新激震的话 那其实时间可以不用拉那么长 但两个半小时里面 到底在激变什么样的内容呢 如果据法界人士的分析 如果是法官有新症的话 坦白讲答案马上就会出来 但很明显法官是没有新症的 所以这两个半小时内 左边是检方 右边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 双方不断地在答辩 答辩到一个结果之后 法官在抛新问题 双方也不断地结问 所以在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 最后才会做出这一个结论 那大家想说 当下为什么不给答案呢 因为他四点半就已经结果出炉了 就已经鸡鸭亭开完了 但因为法官为仇慎重 所以等了30分钟之后 才预知了这个结果 但原本想说是5点10分了 但最后也拖到 大概快接近5点15到5点20的 这个时间点 才预知了这个结果 就是柯文哲被羁押境界 好 柯文哲被羁押境界之后 想必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 对于北京来说 好 这是一个胜利 但对柯文哲来说 对柯文哲的支持者小嫂来说 当然是会不服气的 所以柯文哲想当然而 他的律师一定会提起抗告 提起抗告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又要再发回 高原 高原又要再省拙 会不会又进到第二轮的 甚至第三轮的鸡鸭亭呢 我们也会持续为你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这一次的家庭期总共开了两个多小时 是在下午四点半结束 那么一路拖到了5点15分左右 正式公布了结果 柯文哲确定是羁押境界 这一次其实柯文哲的律师郑胜远提到 他整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尽力了 但是检察官也强调 张真玉是说这整场平常心 看来他们彼此双方早就知道了结果 那么这次确定在二度家庭 柯文哲是羁押境界 目前其实在北前外头小草门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以及目前北院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先连线记者黄子凤带大家掌握 子凤 好 直播观众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带给观众目前最新消息 也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历经第二度的鸡押停 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下午的5点16分左右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境界 好 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所以说稍后呢 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师团 是否会对这个裁定来做出受访相关的回应 目前我们都在台北地方法院的门口这边 还持续在守着 那么最新消息也就是今天大家非常关注 也就是下午2点钟所召开的二度鸡押停 那么在历经两个半小时的停讯 也就是呢 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 停讯结束了 那么呢 结果就在5点16分 出土了柯文哲才定收押境界 所以说稍后呢 柯文哲就会搭着球车 前往台北看守所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不过呢 要来说到整起案件的发展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觉得在最近呢 就感觉好像是发展不断的变动 包含呢 是2号台北地方法院 在第一次召开鸡押停的时候 裁定无保请回 那么再三套 也就是在隔天的时候 台北地检署不服 因此提出抗告 那么抗告也真的成功了 也就是呢 在隔天高等法院发回耕裁 那么就在今天 也就是5号的时候 台北地方法院重新来召开鸡押停 我们要来观察这背后 包含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呢 在裁定柯文哲无保请回的时候 原因是写说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不过呢 就在高等法院发回耕裁 理由却是写着 认定呢 被告柯文哲 涉嫌呢 积极进京华城案 因此呢 希望台北地方法院的 法官持续再来救命 也就是再来厘清 究竟柯文哲是押或者是不押 而这一起案件呢 一开始也引起 外界的哗然 加上法界的哗然 也就是呢 柯文哲最初呢 是无保请回 所以说这一次呢 检方抗告成功 稍早呢 我们观察到 包含呢 在庭讯结束四点半之后呢 主任检察官江真玉 他所领军的 那么他在离开法庭之后 他面对媒体呢 是表示平常心 而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师 则是回应 他们已经尽力了 并且呢 其中一名律师就在这个 庭讯完毕之后 才总算 赶紧趁这个空档去上厕所 并且来等待庭讯的结果 那么就在稍早 下午5点16分 台北地方法院最新的裁定结果出炉 也就是柯文哲收押禁件 那么稍后呢 我们也会来掌握 台北地方法院究竟收押禁件的理由 究竟是什么 而稍后呢 柯文哲就会搭着球车 前往台北看守所 不过我们今天其实在讨论 今天这一次的第二度鸡押庭 非常特别的 也就是 其实啊 这一次 所召开鸡押庭的成审法官 跟第一次呢 台北地方法院 所裁定无包请为的法官是不同人 那么这一次呢 成审法官 他就才是不审心事证 也就是 其实检察官在这个过程中 深压不成柯文哲的时候 是非常积极 包含提讯四名在押的被告 也就是呢 包含台北市议员映早威 还有映早威的助理吴顺明 另外呢 还有威京集团的创办人沈庆金等人 此外呢 还包含再去二度 申讯时任科办的财务长李文宗 包含呢 他原本是从证人的身份转为被告 那么现在呢 第二度再来应讯的时候转为被告了 而且呢 我们也透过检察官这些动作评评 看得出来 其实检察官是非常想要押柯文哲的 不过呢 就在下午这个庭讯 不省新市政 其实呢 外界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对柯文哲比较有利呢 不过呢 答案结果出炉 稍早呢 下午5点16分 柯文哲才定羁押境界 所以说 我们后续也要来关注 这委任律师他们的看法 现在我们就在台北地方法院这边 稍后呢 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师也会下楼 各界也会来关注 委任律师对于这一次法官的裁定 他们怎么看呢 这个委任律师包含呢 陆正义以及郑申源 另外呢 还有包含也是曾经担任法官 以及检察官的肖律师 他们这几名律师 稍后呢 就会从法庭来下来台北地方法院的一楼 而我们就在这边持续等待着 稍后等一下 律师就会下楼 我们也会来了解律师的看法 而说到这整起案件 从2号开始 台北地方法院在裁定无保请回的时候 其实有些人就质疑说 检察官的动作是不是有不合理呢 但是呢 不管如何是羁押还是招保 其实事实上 柯文哲都是这一起案件 检方列为被告 也因此呢 所以说 押或者是不押 其实对法官的判断原因来说 都是看看柯文哲在这个案件中 是不是有构成 包含串证 灭证 或者是逃亡的可能 只要呢 有符合其中一个要件 可能就会被收押 也包含呢 我们看到 先前呢 检方发动密集搜索约谈的 包含台北市议员应早威 以及应早威的助理吴顺明 另外呢 还有包含威金集团的创办人 沈庆金等人 他们都是目前已经被押到台北看守所 那么另外还有一届关键的人物 也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震生同样呢 也是在押的被告 而在这个过程中 检方呢 有到看守所提讯 并且呢 再度来约谈 包含呢 时任科办的进总 财务长李文宗 那么此外呢 还包含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 执行秘书邵秀佩 这些呢 都是监察官在过程中 希望能够成为新市政的 所以说其实今天下午两点钟 在开始召开击押亭的时候 各界就非常关注 在这一次检便 也就是检察官跟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检便双方的攻防 势必呢 在庭上各自呢 都是做好准备的 虽然说不省新市政 不过呢 这一次第二度召开击押亭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柯文哲收押进见 而时间点就在稍早的下午5点16分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稍后呢 律师就会从法庭来下楼 并且呢 我们也要来关注律师后续 对于台北地方法院所裁定收押进见 他们究竟是怎么看的 而这一次呢 大家也很关注 台北地院来押柯文哲 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柯文哲收押与否的关键 其实就是要法官认定 他在这个案件中是不是有串政或是灭政 或是逃亡的可能 那么只要有其中一个要件符合 他就会被收押 这个目的也就是呢 希望后续办案来顺利 那么现在呢 时间点来到下午的5点29分 我们看看一整天就在今天早上台北地方法院来进行预券相关程序 并且呢 就在下午两点钟召开鸡鸭停 那么鸡鸭停讯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呢 就在四点半结束了 四点半结束之后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有看到柯文哲从法庭出来 并且到台北地方法院地下一楼的后城市等待结果 那么就在稍早的5点16分 柯文哲裁定收押禁件 以上是我们在台北地方法院所掌握的最新消息 不好意思 您每个人会一起的事实 出在一起 好 没错 现在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就在爱国西路上 事实上在刚刚的这个整个结果出来之后 现在律师现在准备要离开这个北检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画面 对 跟我们稍微讲一下吗 刚刚公主在听到这样的结果之后 他能接受一下 我们现在是要跟律师走在一起了 律师是不是现在心情蛮复杂的 谢谢 那后续的话会再开会跟其他的律师们讨论后续的状况吗 对 他都没有讲话 他都没有讲话 等一下 至少等他走完吧 你进在后面 你要连要跟我讲 好 那没错 那可以看到律师在整个离开现场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是完全不发一语的 针对柯文哲得知消息之后的反应 以及面对这一次在积压庭的最后的一整个结果 律师他并没有表达整个他的这个心情的状况 不过如果我们从现场的状况来看的话 那你事实上可以看到在整个博爱路上的整个状况 是已经围起了两层的警力部署 主要就是担心可能会发生冲突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博爱路呢 警力的配置是相当的多 那当然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冲突发生 一旦收获有最新消息 东西跟新闻也会持续来帮大家做掌握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柯文哲的王牌律师郑申源 他是面对镜头不发一语 那么也有问他说是不是会再提抗告 郑申源是有略略的点头 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第三次的大战嘛 我们要持续了解 那么这次其实已经确定柯文哲是收押境界 而且他可能会一个人上车来到看守所 那目前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律师也表达他们已经尽力了 但是接下来还是会持续努力 目前其实在北检外头的小草们 反应呢其实也是非常激动了 根据我们刚刚了解 王国畅一听到消息立刻下节目 赶快了解状况 而目前的最近状况如何呢 我们先连线主播张兆和 好没有错 现在柯文哲跟检方的第二次积押停 这个大战两个半小时结果出炉了 最后是北检胜柯文哲输 地院裁定了柯文哲积押境界 从原本的五宝赤回到现在积押境界 短短几天之内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而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事情是 柯文哲在积押境界之后 接下来就要收到台北看守所去 据了解他现在待会 这个押票出来之后 他就要坐上求车 而且只有一个人的专车来前往台北 看守所 看守所里面去 而他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呢 我们也帮大家查了出来 这其中包含了乳猪脚 红烧鱼丸跟小鱼味噌汤 这是他今天在北所的第一餐 也是他的第一个晚餐 好另外呢到底要不要抗告这件事情 尤其现在柯文哲被羁押之后 包括柯文哲很惊讶 小草们也很惊讶 势必也会有抗告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跟大家看到一个最新的画面 这是柯文哲的律师在家庭 开完之后陆陆续续下来了 这其中走在前头的包括是郑生源 我们有问他 请问郑律师未来会提抗告吗 他没有多做什么 但是微微笑点点头 但你可以看到其他两位律师 他们的脸色似乎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是 从原本的吴宝赐回到现在被羁押境界 这个真的差太多了 尤其在羁押庭的这两个半小时之内 原本今天上午大家还在说 法官是不采信之后新的证据 不采用新的证据 看起来对柯文哲有利 但是你可以想见的是 这个羁押庭的时间 如果不采纳新的证据的话 为什么要开到这么久 照法界人士的说法是说 因为法官是当下是没有新证的 有新证的话 其实坦白讲会开很快 就是因为法官没有新证的情况之下 他让柯文哲方跟检方这个地方 在庭上有非常激烈的一个交锋 比如说提到一个问题 检方提出来之后 柯文哲这方会马上回应说 并不是这样 所以这来来回回的交锋 时间也才会拖这么长 会长达到了两个小时半 而在两个小时半里面 交锋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从吴宝赐回 到现在被羁押境界 好 另外呢 这一次大家想说 不审新市政 是因为法官要保护所谓的防御权 那大家会想说 那如何去证明柯文哲知情 这个金华城容积率越来越大呢 包括有392到560到840 尤其560到840的这过程当中 其实是最关键的 到底邵秀配的证词 有没有在这一次的鸡押亭里面有效果呢 还是所谓的之前前都发局局长 甚至彭正生的这个说法 到底这一次的鸡押亭法官 到底有没有做一些采纳 未来就要等法官 尽管先预知了一个结果 好 但是他之后的相关的这个诉状 还有这个所谓的裁决书 都要等之后 他才会公布出来 我们才会知道说 他到底采信了谁 以及他不相信谁 以及他认为柯文哲最嫌重大 要被积压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好 另外会不会有可能性 是跟金流是有关的 这几天大家都一直在谈金流 包括了170万 包括了700万 包括了千万账户的金流 这金流感觉是之后 才找到的一些证据 但会不会是 其实北检在第一天 生压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证据 这也难怪 高院当时驳回发回理由 他是说 为什么法官你没有综合考量呢 高院法官口中的综合考量 是不是指的是 其实地院法官 其实有忽略了不少证据 所以没有办法 把整个案情看得更完整的 所以这过程当中 会不会是这一次的法官 他综合审量 包括了知不知情的这件事情 包括了像是金流这件事情 他如果双方都把这个检方的证据 全部都再重新看过一次 才会做出 积压境界的这个答案 尤其是积压境界 在过去的案件来说 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表示声明被告 他最嫌重大 他有逃亡 他有串证 他有灭证之余 检察官才会能够去申请积压 而法官才会认为说 对 检方你说的对 我才会去进行积压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可能 才会导致柯文哲积压呢 尤其是检方他提出的关键点 从礼拜一开始他被五宝赐回 到礼拜二 礼拜三 到今天礼拜四 这几天的时间 检方会不会主张说 柯文哲已经在外面串阵 柯文哲已经在外面灭阵 的这些可能性 他如果有主张 而法官相信的话 会不会就是改变 这个从五宝赐回 到积压境界的理由之一呢 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看的事情是 柯文哲从原本的五宝 到现在是被积压 我们陆陆续续来看到的状况是说 庭上的关键可能会是有两个 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金流问题 以及这个所谓的容积率的问题 会不会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林周明的证词 跟彭震生的证词 那另外其实大家这几天 还有讨论到的是 邵秀佩 邵秀佩的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设计者 他有没有突出一些什么 还有曾光宗 以及朱雅虎的角色 虽然北俭说他不会采用 北苑他没有说一些 新的罪证他会进行来采纳 但是关键是什么 待会北苑的裁决书就会出来 我们现在也不宜忘下 说太多的段语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是 现在柯文哲确定积压境界 而且他即将在晚间 搭上了这一班球车 这一班球车上面 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一个人会进到北索 进到北索之后 现在柯文哲律师赶快回到 不管是党部 或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或是跟民众党的人协调 看未来到底要怎么提抗告 那提抗告的方式会是什么 他们要如何去主张 柯文哲他没有灭证跟串证 这是其一 其二是 他要如何去证明 柯文哲他其实跟进化城案期 是没有关系的 都是因为商信专业 这些才能说服高院法官 再次发回到了地院的积压庭 能够再重新第三次开积压庭 好 这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 为您关注 好 以上是我们讲究到 君请请把先进头还给棚妹主播 好 谢谢赵和 让大家都想知道 柯文哲整个案情大回转 从一开始的五宝撤回 到后来召开积压庭 以及现在确定收押禁件 这当中的转折点倒是什么 这个北检提出抗告法院 是认定什么样的证据 决定要收押呢 我们东森新闻请来专业律师 带大家来讲解 这一次整个案件大回转的 关键是什么 像这一情形 我们先交给记者洪泽瑞 好 随于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柯文哲二度召开 刚刚稍早结果出炉了 确定是裁定积压禁件 那当然大家都想问 到底为何会积压 我们刚刚裁定的结果 这个相关的讯息也出炉了 那法院他们是认为呢 他明知违法 但是还是让这个财团 涂利了两百亿 好 我们这一节呢 请到的大律师 黄波荣律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的整个裁量的结果 您怎么看 这我看我是看这个结果 是觉得蛮错愕的 那就这个裁定的理由 我看了以后 他是认为说 这个容积率是违法过高 那柯P这边是知道 而且执意为之 那甚至就是跟这个 有坦诚部分的事实 但是随着这个 追侦侦查中的过程中 就是可能会发现 持续发现说 是否有收贿的情况下 那虽然他坦诚部分的事实 可是跟其他共同被告的证词 也不一致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证人的贞结性被影响 因此认为说 在维护公益性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用积压的替代措施 所以应该要给予积压裁定 好 没错 但是律师我们其实稍早 也提到一个关键 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 一开始 法官是说什么 说这个不会考虑 不会审着新市政 但是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 是不是新市政 也影响到了这一次的判决 我在想恐怕是不至于 但是原本的卷宗资料 或许就有呈现这些资料 然后去勾计以后 去做出一个新的裁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因为法院法官是有 可以独立审判的空间 那就在原本的内容 去做一个裁定的话 或许是原本的资料上 可以引发他觉得是 有重大犯罪嫌疑 以及有这个勾撰 或者是灭证的可能性 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到了 这一次柯文哲 他这一次是确定是 裁地积压记件 但是未来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有可能 在这个柯正颖的部分 有可能也去再去提 相关的抗告行动 对 因为这一次的裁定结果 对于柯P是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 提出抗告 那来确认说 这个法院做出 这个积压程序 是否有违法 不释法的情况下 如果有的话 高院一样会重新发回 了解 好 可以听到大律师的 这个精辟的分析 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外床的整个状况 事实上在刚刚第一时间 的结果出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警方是筑起了 两道的人墙 现场可以说是有 上百名的警力 都来到现场 来做相关的戒备 主要就是因为裁定的结果 出来之后 其实现场的 这整个支持民众 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那当然稍后 有进一步的冲突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的 来帮大家做掌握 再把时间交还 好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是因为柯文哲 遭到羁压境界 目前现场最近情况 是小草现在非常的失望 上百名的警力 也持续的在戒备当中 那么现在根据我们了解 其实检方掌握提出 抗告的主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柯文哲并非完全不知情 那我们持续带您了解 这一次整个案情 回转的原因 我们继续交给记者 泽瑞 判决出炉之后 我们从现场画面 你可以观察到一个重点 就是支持者变多了 除此之外 其实在刚刚第一时间的 这整个裁定的结果 一出炉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现场是两道人墙 我们透过镜头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 这是第一道人墙 也就是在整个爱国西路 要进到博爱路的 第一个现场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第二个现场 也就是要进到 北柬前的这个路段 现在也已经 筑起了警方人墙 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骏马 也是一样 当然就是避免 有冲突 这个发生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只是车道上 事实上 如果你连人要进去 都会必须要经过 相关的一个管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车道来说的话 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人员要进去的话 你只剩下旁边 一小小通道 但是如果你要进去的话 事实上 你必须要有相关的证件 或是你有必要性进去 否则在这边 通通都会被挡下来 当然 不只在 我们刚提到的 这两道人墙 如果我们往里头走 我们透过镜头 往里头走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要进到北柬里头 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 包括了北柬外头的 这整个道路上 都是有警力 在戒备 当然人车都是进行管制的 而我们要进到北柬这边来说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整排 都是进行 好 谢谢泽瑞带大家掌握 那么有关于更多客问者 小新新闻消息 我们要持续锁定晚间新闻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那么现在大家所关注的 也就是下午两点钟 柯文哲第二度召开家庭 那么直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庭讯已经结束 也就是现在大家在等待 这个庭讯的结果 究竟柯文哲是压 或者是不压 那么如果不压 是聚保或者是无保请回 我们看到现在各家媒体 都在台北地方法院 以及柯文哲的粉丝 那么还有一些民众 也都在这边关注着 目前台北地方法院 下午两点钟 所召开家庭的最新庭讯 这一起庭讯呢 其实柯文哲是列为 金华城案的被告 那么重新召开家庭 整个案件的持续 从二号开始说 原本的台北地院 裁定无保请回 那么三号的时候 北检抗告 四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 高院撤销原本台北地院的裁定 发回台北地院来庚裁 也就是原本台北地院就认定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不过呢 高等法院发回庚裁的原因是认为 柯文哲在这个金华城案当中 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所以说今天下午的重点 就是下午两点钟 重新召开家庭 那么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下午四点半 停讯已经结束 那么目前呢 高等法院以及台北地方法院 这边最新的状况 我们掌握的是 下午大概五点钟到五点十分 就会有停讯的最新结果 所以说我们也要来关注 究竟柯文哲是原本的无保请回 维持或者是真的是压吗 我们来看看 今天从下午两点钟召开家庭 那么下午四点半 两个半小时的停讯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有看到 柯文哲两度走出法庭 包含第一次是在下午三点十分 第二次也就是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那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当时呢 停讯已经结束了 柯文哲人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地下一楼的候审市等待当中 而这一起案件呢 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江振宇来领军 在停讯完毕之后 他看起呢 心情是不错的 面对外界来关心开庭的状况 江振宇也有所回应 他表示保持平常心 而柯文哲在这一次 他聘任委任律师 包含呢 是王牌律师 也就是前特征组的检察官 郑申源 他曾经担任15年的检察官 那么这一次呢 跟检察官来这个辩护 那么他刚刚呢 微笑笑说 其实这个停讯的结果 他也不知道 目前呢 他们还在等待当中 而另外一名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则是陆正义 则是呢 在停讯之后 才终于赶紧去上厕所 并且透露 他已经尽力了 而柯文哲在这一次二度鸡压停 还多聘任一位曾经担任法官 以及检察官的 肖逸宏律师 所以说这些王牌律师团 他们目前正在等待台北地院裁定的结果 而这一起案件呢 其实我们刚刚就在台北地方法院这边 也看到之前呢 在押的被告包含 微经集团的创办人沈庆金 以及应嫂威的助理吴顺明 两人呢 是委由律师来提出抗告 在下午呢 稍早已经送到台北地院 准备送到高等法院 这个当然呢 也是后续关注的重点 不过呢 这一起案件 现在大家所关注的 也就是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柯文哲的鸡压停已经结束了 目前呢 包含被告柯文哲 以及柯文哲的几名王牌律师 他们都在等待停讯的结果 而根据我们掌握呢 台北地方法院表示 大概呢 在下午五点钟之后 这个停讯的结果会有答案 现在呢 时间来到五点四分 我们持续呢 在掌握目前停讯的最新消息 而我们现在掌握法官最新消息 也就是呢 预计在五点五分会预知结果 也就是呢 距离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倒数一分钟的 稍后呢 是不是会准时来预知裁定的结果 会不会有所逆转呢 我们目前持续就在台北地方法院这边 以及呢 相当多的民众也都在这边持续来关注 而刚刚呢 包含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以及呢 柯文哲邦的几名王牌律师 他们面对呢 他们刚刚开庭的攻防 都是强调 他们其实都已经尽力了 所以说后续呢 要等待台北地方法院这一次的裁定 其实啊 这一次非常特别 也就是呢 在实务上罕见不审新市政 我们得知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检方一度生压 柯文哲不成 并且呢 就提讯了在压的四名被告 包含呢 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彭震生 以及呢 应草威 还有助理吴顺民 还有威京集团的主席 沈庆金 而且呢 另外也传讯了 包含 北市的都委会执行秘书 邵秀沛 以及曾经担任威京旗下 鼎月开发担任董事长的 前北市兵役局长 朱雅虎 这些人呢 他们的证词 对柯文哲可能是相当不利的 因此呢 北检抗告成功了 所以说才会在今天的下午两点钟 重新来召开鸡押庭 不过很特别就是 这一次重新召开鸡押庭的法官 跟上一次裁定柯文哲 吴保警卫的法官 是不同的法官 这一次的法官呢 罕见在实务上 才是不审新市政 也就是虽然 检方是相当的积极 搜集新市政 不过呢 这一次的庭讯 是不审新市政 也就是呢 这个是宪法的防御权 才是呢 检方在这个根裁的程序当中 不得提出新市政 避免造成这个突袭 让柯文哲方来不及防御 所以说 就算检察官在这个 开庭庭讯的过程中 提出来了 也不审着 所以说这个呢 外界以及法界也认为说 或许会对检方想要压 柯文哲这件事情 造成相当关键的变数 那么我们在台北地方法院 会持续带给观众朋友 最新消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